炫亞11月30日宣布與男友Dun分手 令人震驚的消息不只讓粉絲們難以接受 還一度在網路上引起惡意造謠攻擊 而韓國前娛樂記者李正浩也在YouTube爆料 在宣布分手後Dun一直呈現斷連狀態 連周遭的友人也無法得知真正分手的原因 不過其實炫亞和Dun在一起時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爭吵 2021年開始甚至會長時間冷戰 連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感覺到不對勁 李正浩還爆料 兩人之間最大的問題就是性格差異太大 炫亞的個性太樂觀積極 Dun則是比較沉穩慢熱 另外Dun對外的形象雖然是痴情男子 但其實炫亞才是較主動的一方 不過未來變數很多 記者表示兩人也有可能會複合 炫亞的感情狀況一直以來都是網友關注的焦點 甚至在和Dun分手後 還有粉絲狂Cue前緋聞男友張賢慎 不過這也是題外話了 還是好好奇兩人分手的真正原因啊